我向香港的管大同胞表示 我们最真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族愿 我也要对在座的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你们在振兴香港的事业中间 所做出的艰苦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 我对你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刚刚召开了16次代表大会 选出了新的中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 我相信我们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帮将会高举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其枝 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要求 全面的建设小康社会 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我也相信 党中央国务院将继续坚持 一国两制 感人质感 高度自治的方针 我们也将继续 始终 切尽全力 动用我们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手段 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 当前 面临着困难 但是我们始终认为 这个困难 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 几十年以来 香港的同胞 用他们 艰苦的创业精神 创造了香港的繁荣 和辉煌 但是 在繁荣的景象中间 也积累了泡沫 在成功的喜悦中间 也埋下了隐忧 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那么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就暴露出来了 造成这种困难 绝对不是一天两年 一年两年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香港 在董建华先生 和特区政府的领导地下 一定可以 克服这个困难 大家要问 你作为国务院的总理 你能够提出什么质感的良策呢 那我很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对香港 并不了解 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我记得 1998年的时候 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 叫戈尔 据说他最近还到过香港 他见我 他说 听说你很崇拜 Mr. Greenspan 我听了 不太高兴 我说 我很尊敬 Mr. Greenspan先生 我愿意向他学习 但是 他在美国干得很好 到中国来 不一定干得比我好 我因为 在中国 搞经济 半个世纪多了 五十多年了 我对于中国经济的 每一个脉步的跳动 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但是我对香港的知识 静静向于 每天看两份香港报纸 有时候三份 我没有在香港生活过 就凭我这两天 每天看两份报纸 就能够提出质感的良策 那是江湖一生 但是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就是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 和办法 就存在于香港的体制之中 因为香港 具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 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 效率比较高的 政府公务员 特别是有一大批优秀的 企业管理的人才 跟世界各国 有着广泛的联系 是世界亚洲的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服务中心 香港的优势 并没有上市 它的竞争力 它的实力依然存在 它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克服当前的困难 我的这种认识 来源于 分析 黄首 世界 我们没有看见 未见几家荒落 但见几家愁 我们就讲日本 日本已经是多年的经济停滞 它的结构性的矛盾 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现在也没有看到它的复苏的迹象 今年11月不久以前 我在柬埔寨开会 释迦山会议 我见了小泉首相 钟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晤 那么会后我对小泉首相讲 我说我完全支持你的改革 尽管遇到很大的阻力 你现在所用的这些方法 我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我都用过 你们也用过 你们前两届首相都用过 但是你们执行的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没有我们一贯 没有我们坚决 也没有我们有效 如果我今天处于你的地位的话 我也会像你这么做 我希望你成功 所以这种困难不是一家 看欧洲 欧洲的经济比较有活力 但是它的增长 也是很低 它的失业率很高 我们不是说香港的失业率高吗 但是欧洲 欧盟国家平均的失业率 11% 德国法国都在8.7%到8.9%之间 那么香港最近的数字 已经下降到7.2%了嘛 那你跟欧盟比 你还万臣磨吉了 那我们看 最大的发展的国家 我这两天 跟董特首交谈 他是忧心如焚 很当心他这个财政的赤字 如何来解决这个 财政的 香港的财政的赤字 董特首是费尽了心思 但是我也告诉董特首 你去年不就是 六百亿到七百亿财政赤字吗 今年大体上也就这个数吗 你的财政储备不 现在还有两千七百亿吗 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 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 你还差得多了 我的财政赤字去年 是两千五百九十八亿 今年是三千零九十八亿 我累计发贩的国债 余额两万五千八百亿 你敢不上我 另一方面 我跟美国那个总统比起来 我还是万臣莫及啊 我看他的财政赤字 还要扩大 因为他现在是聚精会神 反恐怖啊 我看他那个经济 也复苏不了 赤字还会扩大 那么有什么可怕 我说董特首 你这个七倍的财政赤字的水平 至少还可以挺三年 你这个不会出现进尺子 你还要财政储备吧 因为这个经济的复苏 它是要靠 产业结构的调整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都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即使是三年以后 你把财政储备发光了 你怕什么 你到中国去发 五十年长期香港债券 我第一个带头买 我相信中国人民 内地人民会跟着我一起买 因为他们对香港有信心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摧畅的民主 是有希望的 有前途的 有什么可怕 但是 我绝对不是说 也是绝对的认为 懂得守这种 借慎恐惧的心理 认证负责的精神 是完全正确的 对待财政赤字 不可掉以轻心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不认为香港的困难 现在已经到底了 同胞们 同事们 没到底啊 要有心理准备 我也不认为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 开出一个时间表 把香港的经济问题解决了 如果我们这样做 那你不当是江湖医生 还是江湖骗子了 不可能 现在需要有 充分的思想准备 准备 还有最困难的时期到来 还要进行第二次创业 但是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香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能够重振雄风 希望寄托于 我们香港的六百万人民 特别是寄托于 我们的年轻一代 寄托于 我们香港的大学生 寄托于 昨天到机场去 欢迎我的那一些可爱的 中小学学生 希望在他们身上 我希望 全体香港人民 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准备 以前辈们所发扬的那种精神 进行第二次创业 香港的前途 是光明的 我们总是以 有香港而自豪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 如果香港搞不好 不但你们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香港回归祖国 在我们的手里 搞坏了 那我们岂不成呢 民族罪人 不会的 我记得 梁锦松先生 梁市长 你在不久以前 我看报道 你 唱了还是念了 我不记得了 狮子 狮子上下 这个歌 我没有看过 这个电视剧我也没看过 这歌词我也没看过 更不会唱 但是我叫他们把我 跟我找来了 我看了一下 是顾家辉先生作曲 黄张先生作词 罗文先生演唱 在 锦松那次念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罗文还没有去世 但最近他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相信 他对香港作出的贡献 会永远铭刻在香港人民的心中 我看了这个歌词以后 我很受感动 我相信在座的 参加这个创业的 这些老前辈 更有这种感受 因为他这里每句话 都充满着真实的感情 而这种真实的感情 会永远发光 我现在 就念那么几句 跟大家 跟大家 为香港前途 而共勉 本来这个歌词应该是用广东话 念啊 才押韵 但是我这个广东话呢 要没什么得 对不对啊 不大 干学的没说好 没学好 我想我们的感情总是共同的嘛 我念 同舟 在狮子上下 且共济 抛弃区分 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 事相随 无畏 更无惧 同处 同处 海角天边 携手 踏平崎岖 让我们大家 用艰苦 龙泥 写下 补朽 香江 明俊 我爱香港 谢谢 谢谢